100多年历史的台中火车站 1905年完工的台中火车站已经有100多年历史 随着建筑物老旧跟都市的发展更新 如今的台中火车站已经是重建翻新的第三代 为了庆祝台中车站新旧站三代同堂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和都市发展局合作 在2018年10月19号到21号下午1点到晚上10点半 将要举办2018台中光影艺术节 即启动绿空1908活动 10月16号上午还在惠中楼9楼举办记者会 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参与 这次有我们文化局做了非常创意跟活动内容的设计 其实是透过3D立体的光雕秀 重新来整个展现它的新旧车站的一个魅力 台中市政府表示 这次的2018台中光影艺术节和启动绿空1908活动 19号开始连续三天在台中市火车站旧站前广场举办 希望透过光影艺术和绿空院景的结合 打造不一样的台中旧城区 现场除了有创意市集跟音乐会 还有精彩的3D光雕秀和光影互动游戏等活动 在这一次的光影艺术节里面呢 我们从台中的发展 从第一代站 然后在全线通车到第二代站 一直到现在 我们见证了很多很多台中的历史 所以我们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当然光影艺术节是大家所期待的 欢迎大家一定要来 这次台中光影艺术节活动 特别选在花博开幕前举办 就是要配合林嘉隆市长说的 花博不是活动 而是一个城市改造运动 台中市政府希望透过一系列精彩的活动 让民众感受到这个旧城区的新生命 打造属于台中市的独特城市魅力 记者陈文旭、杨静、台中报导 toda新作品 这一集包括 裂出版的 您需要 보는范子 接近近从 一些重温的 电关收听 história 听 Bald